Colfax 這個 OK 好 幫我開 這個 好 我把它放大 好,那今天的話就是這邊有兩個坑 就是Colfax真的假的跟Open165 這樣,然後Colfax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整個下午 其實會有,我們有一些 朋友幫我們在線上 做了一些訊息的回應 例如說像Murmur 對,然後回了一些訊息 然後也新增了一些 就是訊息的評價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在現場這邊 有一些工程師們,像是 Sam Weber跟德輝,就是有陪伴我們 做這些事情,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像 像Sam也有研究 一些像是 我們其實現在Colfax的每一個 訊息跟回應的URL 其實是會送到 Waveback Machine去,就是存檔 然後讓這個網址不要 就是未來壞掉 對,那這個功能我們是默默的把它做起來之後 還沒有把它呈現在網頁上面 這樣,那Sam這邊就是針對這個地方 對這個 Waveback Machine的API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把它放來這個地方 這樣子 好,那這個地方就是Colfax這邊的一些成果 我這邊自己有做一些就是 Bug Fixing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Open165 那Open165這邊的話 我們的設計這邊其實 有跟一些設計師聊過 像是Chloe跟Sylvia 對,然後就是 遇到一些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 Open165雖然我們放上了一個網站 可是這個網站本身呢 其實沒有辦法讓那個 我們的Target Audience 也就是快要被詐騙的人 感受到說 就是這個網站 就是這個網站提到的 他現在正要被詐騙的這個網站 其實真的不可信 對,他現在的資訊有點太繁雜了 對,所以設計師們就是 有在針對這個 在Figma上面做了一些貢獻 不過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還沒有跟設計師們think過 對,所以我這邊要再 就是請豆腐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Figma上面的內容 我要開嗎? 好,看一下好了 好,那你先想辦法 好,那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這個改進的部分 其實最主要是Chloe做的 然後我跟Sylvia在旁邊協助這樣子 那Chloe她主要是 觀察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看到那個 Wireframe的部分 對 我要怎麼放大這個問題 欸,可以耶 對對對 對,就是 一開始 這個應該是已經遮住了 我們先看這個 所以原本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長成 長成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 我們當時在看到這個 這個頁面的時候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頁面我也有幫忙整理過啦 不過也是簡單整理過一下 對 那我們當時在看到這個界面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到就是說 其實這個設計 它其實背後是有一定的資訊成績在背後的 那它的最基本的組成元素 應該是這個 就是 應該是這個網址 然後在這個網址之上 會有 對應到的 的 詐騙網站的名稱嘛 對嗎 因為就是這個 因為就是詐騙網站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很有可能會有同一個名稱 但是有超級無敵多個網址 就很像是 Z Library那樣子 就是為了要躲過審查 或是 或是 封網域之類的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一個名稱 好幾個網址 那我們在就是 這個新的設計之中 稍微釐清了 這樣子的關係 應該是在 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那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同一個詐騙網站的名稱 它都會對應到好幾個不一樣的網址 這樣子 那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它其實是有 就是 一個 就是有一個母集裡面有包子集的概念 一個名稱裡面有包含好幾個網址的概念在裡面 那在新的設計當中 我們就是有嘗試著把這樣子的概念實踐到 這個新的設計裡面 這樣子 那 同時我們也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 因為如果是說 就是 要搜尋 要在這個服務裡面去進行搜尋的話 可能會 有遇到就是 你要搜尋關鍵字 或是搜尋網址的狀況 這樣子 那就是針對這兩邊 就是有做出調整 那最主要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去釐清 就是這個資訊跟資訊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這是我們 這一次設計改動的重點 好 那感謝 那就是 對 這個就是Open165這邊 的一些進步 這樣子 好 到這邊 謝謝 好 OK 那下 好 好